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您看是否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们借一步说话 伯父啊 你有可能是误会我了 我其实 是在追求明慧 我早就看出来 你想的目的不纯 我对明慧用情之深 她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姑娘 也是我唯一最真实的人 我要把最珍贵的东西 捧在她面前 明慧是您的掌上明珠 也是我的公主 我定然会向伯父看齐 给她一辈子的 欢欣和爱慕 只有我女儿 能能来的实在的 光整这些虚头八脑的 有什么用 这些我见多了 伯父 王妻在此 伯父 这些够实在吧 我相信 无论虚的实的 我都不会输给任何人 我对明慧 真的是认真的 这些都不重要 暂时 我看到了你的诚心 好吧 从今天起 我不干涉你们的感情 暂时你要记住 你刚才所说的话 要时时刻刻 对明慧好 我们下期待